大家好,欢迎收看东芝聊车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TOMMY TLV系列2017年6月份的一款新车 编号是N151A的 对应的真车是日产GTR的R33 这款车是一个全新的编号,一个新的涂装 我印象中这是TLV第一次推出R33这个车型 也是非常有收集价值的 R33其实并不是GTR系列历史上一款非常成功的车系 因为它采用的是比较偏重轿车舒适性的底盘 因此导致它性能 不论你在发动机上怎么改装 或者是怎么使用一些先进的技术 怎么去压榨它性能 导致它整个在赛道上的表现 和在公路上和操纵这种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出色 因此相对于它的前辈R32以及后辈R34 更不用说我们现在熟知的R35来说 这款应该算是GTR系列中比较失败的一款车型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轿车底盘 也采有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车呢 它是名字啊 里面有GTR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名字啊 有GTR 但是它却是一款四门的这种像家用轿车一样风格的这种造型 这也是这个GTR系列中唯一的一款这个四门车型版 它这个是当时为了纪念啊 GTR系列诞生40周年而特别啊生产的一款 我们常见的R33也是双门版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40周年纪念版啊 1998年GTR系列初代车型就诞生于1958年 可能这时候大家又糊涂了 你这里不是60周年吗 2017年减60周年明明是1957年啊 这里你又是说1958年 这个中间的差距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研究了一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GTR系列是从日本用家叫王子汽车公司的Skyline系列衍生过来的 Skyline后来被日产给收购了啊 收购了之后 1957年收购的 也就是说这个Skyline的历史应该是从1957年开始 收购了之后一年 1958年啊 在这个Skyline的基础上啊 又推出了这个GTR车型 通常呢 Skyline系列呢 都是偏这个民用舒适的四门造型的 而GTR系列我们知道就是双门的这种运动型跑车 这种这种风格啊 所以说这里呢 也能解释得通 这个是GTR系列的40周年 这个是Skyline系列的60周年 而这款车呢 它的名字里啊 既有Skyline又有GTR 可以说是算着这个一个极大成者吧 也是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说比较少见的一个车型 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 看一下 作为这个GTR系列中少有啊 四门车型啊 我们今天看一下 这个R33因为它诞生于1998年 距现在就不远了 这种汽车的造型风格啊 我们就非常熟悉了 跟我们现在的这种汽车 就已经非常接近了 没有这个七八十年代那种车 就感觉一看就是属于这个上个世纪啊 就是属于父亲辈 爷爷辈辈的那个车型 而这种造 汽车的造型 即使放到今天来讲 也不能说是落伍啊 可能就稍微了 不流行了 但是也并没有落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这个车头啊 明显有一个GTR的标志 还有这个R33这种像咪咪啊 是那大灯啊 下面的转向灯都做了一个很精确的刻画 然后这里呢 两个啊 倒车镜啊 倒车镜也也做了出来 这里要小心啊 拿这个车的时候 如果你捏到这个倒车镜啊 有可能会把它碰碰掉啊 这比较脆 我这里一定要小心 侧面的轮毂啊 也是刻画的非常真实的轮毂 仔细看这个轮毂里面啊 应该是有刹车片的 我以前没有看 自从看了R35有刹车片之后 有时候碰到小车 我就会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轮毂里面是有刹车片的 而且这个刹车片呢 我感觉应该是不会损着这个轮毂的转动而动的 就是非常的逼真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汽车的尾部啊 尾部就明显的带有这个GTR的家族特征了啊 四个炮筒式的尾灯啊 而且呢 TLV这里采用的全是啊 独立的部件啊 非常漂亮啊 雪红雪红的透明尾灯啊 非常过夜 这个角度可能不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还有些日产的标志啊 这里还有Skyline的这个缩写的字样 这个镜头下看的都非常清楚啊 这个GTR的这个字样 底盘啊 同样是TLV系列啊 常见的合金底盘上面有一些车辆的信息啊 就不给大家赘述了 就是名字啊 比例还有产地啊 这下面写的对应的是R33啊 车辆呢 是带有减震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内饰 内饰呢 因为那个年代的汽车已经不像早期的会使用一些这个木质的方向盘 因为它 基本都使用这种这个合成材料嘛 所以它这里方向盘也没有分色 如果有些老车啊 方向盘还会做出那种黑和木头台质的分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能看出来 它那个座椅啊 是个类似筒型座椅啊 运动型座椅 有一定的包裹性的这个运动型座椅啊 这个角这个角度看的很清楚了 是个分色的处理 中间是灰色啊 两边是深色的这种支撑性很强的 有点像筒型座椅的那造型的那种啊 虽然是一款四门版的啊 这样的这个类似像家用轿车造型 但是骨子里啊 基因里还是啊 带着一种跑车的这种特征在里面的 这一点是没法改变的 虽然是个四门版 但是我也是GTR啊 是不是 虽然我可能是这个GTR加速中不太出色的一款 但我也是出生于这个名门啊 也是GTR系列 好 关于这个六月份的新车N151号啊 R33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